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师,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首先,公开丹佛金快第一次奪得NBA总冠军 但每次有些大喜庆日子,其实美国人也有点惊惊的 因为有些人知道,会吹架阵阵 这个也可以说是美国特殊国情 对,你说对 这个特殊国情,我们不是说对 但是因为他们特殊国情,因为其他地方不会走 刚刚这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 当然很开心,因为NBA总冠军是第一次赢 赢了卖亚物业火队 奪得队史四十七年来首馆 到处都有庆祝活动 但是在庆祝活动的附近 因为全部地方都是满人的 居然有大事发生 就是有人用BANGBANG 而且大规模地用 这宗BANGBANG事件 在市场街2000号的街区 最少九个人 吃了莲子羹 其中三个人是危台 所以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动手的人是否跟他决赛输了 那并不是 不是 那并不是 所以暂时 未知 因为他们初步警方有的信息 是有人发生口说 然后有人就很生气 目前是不清楚 争执 原因是否因为慶祝活动有关 但是 当然慶祝人群是很接近他们的 所以 真的要小心一点 真的要小心一点 现在说这个很好笑 知道吗 这个媒体其实就是写 6个人是危台 一般都是写 危台 台湾写危急 我打算写错词 开始的词 当然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很害怕 他说暂时没有生命迹象 幸好不是 你知道他们比较流 这些字又不知怎样 我们看回 这个事情 当然现在大家都很震惊 发生一些 喜庆日子 幸好一样东西 他不是最核心的那批庆祝人士 是比较外围 如果是一大堆人的事情 最怕你 大家逃走的时候 踩塌 那就大麻烦了 是吗 会的 真的会的 丹佛之前 亦都是 出过很多大事 就好像在 21年 那时候 是非常的大麻烦的 在丹佛 有这个年环磅磅磅磅 一个独自行动的 叫做 拿着棒棒的人 就是 倒了四个人 三个人伤 其中有一个警察 之后 你知了 他连续 是 叫做 做大茶饭 最后 就被警方 在垃圾做 这件事是更加震撼的 所以大家心有如归 现在这么多人在街道 到此时此刻 大家都是狂欢 因为 始终是一宗大事 在丹佛金会来说 这么多年 47年以来 第一个 冠军 当然 现在原因调查中 但是位置 其实都是在人潮区 最多人潮的地区 但是 就不是最核心 如果核心那些就糟糕 大家都是走避 说回这个丹佛金会 他们的 当家球星 尤基志 Jokic 他们就很搞笑 他说自己 不想去 举行冠军的尤尤 为什么 太累了 其实按照惯例 球队 在没多久之后 就会有盛大的游 这个叫做坐在巴士上 巡游 不过 这位 最重要的球员 似乎已经准备了要度假 直言自己已经想回家 也很正常 你先搞吧 发生这件事 大家都要小心很多 是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 这么历史性的 不去就说不过去 你不去就好像很坏 是 沽负了那些支持者 他可以说我帮你取了冠军 人家支持你 你也要 是 出来见一下粉丝也好 什么都好 当然他亦获得 总决赛MVP 那么特别一刻 他就说 自己团队的所有人都感到高兴 但是 就问他 他说你美国时间 星期四会不会参加冠军的巡游 他就说 不要了 我要回家 在接受这个采访时 他就说 原来自己呢 最搞笑的 他说自己在星期日 有一场 财骂比赛 自己不知道是否可以赶得上 还想叫老闆借私人飞机给他回家 他说 他想法 他想法一向都很特别 就说自己 工作中取得成功 赢了一场比赛 这个很特别的感觉 正如之前那样说 这个 不是他的全部 蓝琴不是全部都对的 作为家庭 就说我们赢了可能 这样说 但是这个不一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还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做 这个很正常 虽然 我觉得 你赢了 这个是职业 他也说 如果有人跟你说 他们没有其他的事想做 除了自己正职之外 肯定说 但我也觉得是 他也说 自己完成了一些 没有人相信可以做到的事 因为他当时 被丹佛金筷选中时 的信位很划算 这个不重要 真是英雄莫问出处 这个真的是 很正确 因为他是第二轮第四十一信位才选到 他在NBA历史上 是选手选顺位最低的总决赛MVP 其实也挺厉害的 起点低 但是 终点高 当然不一定是终点 这个打篮球人比较扎实 但是你看到他就貌似 因为以前 他刚刚来到时 有人说 这个人 好像身体 不一定是 是比较 重清 OK 你看到他今时的 他都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肌肉型 你听不懂 对 而且 你看到他 看上去到此时此刻 身体都比较松散 但是你不要管 技术好 所以 蔡尔维亚这个国家很恐怖的 他们以前 当然前南斯拉夫国家 都是很厉害的 籃球 足球也很厉害 网球呢 网球更加可怕 网球更加可怕 一个祖高域 数到全部倒下 真是 又拿了这个法网 真是太可怕了 当然祖高域之前 我们也觉得 不是那么对 反瞄 这个人 当然 现在这个 游基志 他就说 自己 会和家人一起享受 包括兄弟 妻子 女儿 这样更加有意义 你说他会参加 他说不想去 可能最后 我相信都会去 最好人亲身去 如果真的 出席不了整条视频 顶一下 是的 在巴士播视频 是这样的 你人都没有在 你又是 属于主角的地位 你不去 很素兴的 另外 台湾地区 今天 亦都是 有一宗 东西 原来 之前有一个咸竹店的老板娘 又是被人 咸竹店是什么 亦都配很多东西 没有记错 因为我都吃过 像是潮州东西 应该是 敏南东西 因为潮州粥和敏南的梅 都是一样 杰梅和杰梅 都是一样 其实他们就是 有些冬菇丝 有些虾仔 没有记错 就是这样 这个老板娘 被人搞定了 10号 是的 10号的时候 在台北市北投区 所以一间咸竹店 月配 月配就是越南 你知道他们很多月南新娘 是 月配的潘胜老板娘 很不幸地 被人 倒下了 51岁的这位嫌疑人 逃跑 逃跑12个小时 在新北市临口区一间土地公 庙前面 在庙里面被避 落网 那么 有人说是否因为 你和这位老板娘有感情 事 一般都会向这个方向想 原来不是 他说这位老板娘 送餐的时候 整天黑面 黑面也不用这样做 是的 原来 真是很无谓 在消费狗分 很生气 所以要动手 那你就不吃了 是吗 最多就是在那些什么食评 都给他差评 要不要这样 真的我不明白了 潘胜女子的妹妹就说 这位周生曾经 她妹妹说过又不是 曾经是想着给个红包 给她姐姐 求外遭她 这个比较相似的 老板娘有老公 痛失妻之后 林姓丈夫刚刚发声 她说 这个家庭因为一个敌缘期来的 陌生人 而被 毁了 被她 拿走了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命 也是 带走了 孩子们快乐的童年 这件事 当然这个老板娘 据问 也是 一位漂亮女子 但是 你明知人家有老公 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你给她什么红包 其实她 有这间 店 应该 都不会太差 家境 可能给红包是第一步 想吸引她的 注意力 或者怎么样 第一步 之后就慢慢用其他攻势 谁知道 爱你我都 真是麻烦 真是麻烦 人家有老公的 问题是 这么过分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拜拜